到目前為止 關於蔣介石的生平的研究 一共做了五本書 2006到2010 我真正看到蔣介石的原稿 我就陸續寫著一本新的書 題目叫《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是根據蔣介石的日記 來研究蔣介石的真實面目 我看了蔣的日記以後 我有一個最大的發現 就是蔣介石曾經秘密地 和德國地下的反對希特勒的運動有聯繫 而且給了他們幫助 而且派宋美麟到美國去 說德國有一批人是反對希特勒的 說你們應該幫助他 這個消息是宋美麟遞給美國政府的 如果你只看他的日記 不參考別的檔案 別的圖書 他的日記你都沒法看得到 要把他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搞清楚 你要看大量的十倍幾十倍的相關治療 你才能看明白 我研究蔣介石和日本的秘密談判 我至少看了五個檔案官的資料 才把資料找全了 看了以後我才能下個結論 所有這些談判 蔣沒有提出賣國條件 第一都是日本人主動 日本人找蔣 最後都是蔣 是不談了 他的幾個目的 一個是拖延 作戰很緊張 把時間往後拖 一個是阻擋日本人承認汪精衛政府 我們多年一直宣傳四大家族 認為蔣介石、宋美麟都是貪污腐化 蔣介石的生活相當簡樸 比如說第一 蔣介石基本是不喝酒的 另外蔣介石還有一個特點 不喝茶 我們有個電影叫《西安事變》 蔣介石前面擺的是擺開水 這個細節是對的 在中國近代史上 蔣介石有功有過 既有大功又有大過 這個十二個字 我認為才是我對蔣的一個全面的結論 蔣介石這個人他有個特點 很重視保存自己的歷史資料 蔣介石的日記一共是57年 最完整的本子是在美國 從2006年開始 美國方面分四批陸續地公佈了蔣介石的日記 美國人的條件是這樣 不許拍照 不許覆印 而且也不許用電腦錄入 只能手抄 每天早晨8點一刻進檔案館 中午不出來的 帶自己吃的便當 不喝水也不上廁所 一直抄到下午4點45分 他閉館的 前後去了4年 每次去2個月或者2個半月 整整這批東西抄了10個半月 寫這本書大概有4到5年吧 兩年之前我過80大壽 因為人一過到80以後 朝不保夕 我必須把有幾件我不做完 就閉不上眼睛的事情做完 第一件事情就是這一套書 歷史的真相總會顯示出來